這個網站就是給職員做一個管理預約紀錄的網站 首先就是純粹給職員用的 首先你可以登入你的帳號碼 我們去到這個創建一個新的預約時段 我們可以在這個booking time setting這裡點下去 有上一個new event的鍵 我們再點一下 這個就是你的時間段一個範圍段 譬如我想在整個2月的星期三或者星期四也可以 就設定一個上午1點鐘 1點半 到下午的3點 這個就是參加人數 就是允許見到一個小朋友可以入場的一個選項 我們可以先設定5個 做完以上的操作之後你可以點這個add的按鈕 就可以有個table去顯示 你剛才輸入過的東西 最後按一個add的time slot 就成功創建了 我們出去這裡就會看到一些時間段 在這個日曆上面 除此之外如果你想去編輯的話 你可以點進去 例如我現在想改做20個的 更新一個按鈕 就成功更新了 刪除的話就是按這個delete 按鈕 讓它刷新完之後就會不見了這個記錄 現在要是一個家長 我現在正在用一個 這個vpart的手機 然後再進入 那我因為以前已經申請過獎號 那現在我可以直接登入 然後登入 然後登入 個人資料等等 那之後我們 再要加一些 小朋友的記錄進去 然後假設那個小朋友叫Kelly Chan 然後進入他的身高體重 然後再加一張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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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就可以 這個時候就可以去製作本書 那就可以看到剛剛加了的time slot 那就可以選一張time slot 之後選小朋友 然後按確定 那你看回資料 如果正確的話 那就可以再按確定 那就可以製作了一個預訂 那就可以轉到網站 那就可以轉到網站那邊 那就可以轉到網站那邊 就是start的portal的網站 我們會 剛剛就製作了這個預訂 所以我們可以去這個預訂 的 menu 點這個預訂 按確定 就會見到剛剛手機那邊 就是創建做一個預約的紀錄 那我這邊可能就先通過了 那另外可能如果 那個家長可能想改一些的紀錄 那可能出現運職員幫忙的 我們可能這裡有個 Edit的操作 你見到這裡有些時間的 那它想改時間的話 我們可以在下面的日曆那裡 算回24號這樣 那這裡就會變回24號 另外你也可以在這裡 更改這個小朋友的資料 按完之後就按下你的按鈕 就成功更新了 那最後如果你說我 我不想要這個紀錄 那可能就按這個的刪除 就成功刪除了 好 好 現在可能到 好 那現在回到Mobile這一邊 那首先 看一看 好 那現在換回了 STARF的APP 好 那我們 假如呢 我們現在要幫別人 Check-in 那我就要幫他掃QR Code 來Match 他的手帶 和他的 booking的ID 啊 是同一個小朋友的ID 對 那這裡按 很厲害 那我們就可以掃他的QR Code 按 好 那之後我們再掃QR Code 我們再掃QR Code 那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可以按Save 呃 呃 好 呃 現在現在沒有反應 那 我們之後再掃QR Code 不過正常來說 這裡是會按完Save 之後會 Success 之後他就Match 了 RQ 那 現在假如來到 這個活動現場 那我們在小朋友在玩的時候 我們就會有些地圖 可以看回小朋友的 現在的狀態啊 地點啊 等等 那我們進去這個Alert的 位置 我們就可以按進去 按看回小朋友的位置 然後小朋友在這裡 我們可以 好 那之後如果想看回他的狀態呢 我們可以按回左下角這個 這個 這個Information 這樣子的東西 然後就可以看回他的 Whispan ID Gender 心跳 台灣這些東西 那 假如呢 他是 他的狀態 Endanger 的時候 那可能我們左下角那個 Tick 就有用的了 可能解決了他的 Danger 就是解決了 小朋友的問題 那之後我們按左下角 那他的小朋友的狀態 就會變回正常的 那就會解決了 問題 好 那之後 那些活動完了 那小朋友要檢查 的話呢 我們又回到QR Code 這一邊 我們就會有個 complete booking的QR Code 我們按進去 那這次呢 我們就是 展示了 booking的ID 的 那這裡就會 check out successfully 好 那 那現在可以回到QR Code 那邊 好 那 職員呢 如果他都可以看到小朋友的實事地圖的狀況 是 小朋友 他們的實事地圖就會展示在地圖上面 例如 你現在看到 他會 他的地圖會即時更新的 例如 我們 Mouse 放在小朋友的icon上面 他就會有一個 Hover的效果 跟你說 小朋友有些什麼information 然後 我們可以按上面那個 Full Test 這裡就會跳到我們的3D Mac 對啦 這裡同時也會實時 展示到小朋友的3D 的 地圖 那 至於這部分呢 我們是 跟MN那邊的同學合作 我們都 這部分是還在聊 這部分就是這樣 好 另外 如果職員 可能他們都想 發布一些重要的消息 他們可以在 Article這裡 有三個channel 那 那 你可以 創建一個新的 叫做 營業的消息 那 所有的 Article 都會 即 這個channel裡面 可能會包含了很多 的Article 這樣 那 他可以在這裡做一個編輯 可能現在 有時候想改名 可以在這裡做一個編輯 改完之後 按一個Enter 就是 另外這裡 你都可以 決定 開不開放給所有人 提 到最後 這裡 可以去刪除 一個channel Article 這方面呢 就是重要消息的 一個文章 首先我們可以 想創建幾個新的 就更多的 Add News 我們有這個 即支援一個多語言的 一個 Article 我們創了英文 繁體和中文 可以打一些東西 這裡 Enterge打完之後 再去繁體這裡 也可以再去簡體 寫完所有的文章之後 我們可以 選一個channel 另外我們可以 決定開放給所有的家族 去看 然後我們按一個 Create的按鈕 就成功去 發佈一個新期消息 另外我們也有一個report的功能 就是去看回 可能一篇文章主要有人看 星期一到日 哪一個日子 是最多人去預約去玩 這個就是小朋友的數目 這些 我們就創了一個表 去 綜合一個指數 去給職員看 另外我們也有一個 User management的功能 可能他說 可能 旗下有很多幾個職員的 可能想開一個帳號 給一個職員用 首先他們可以按一個 Add staff的 輸入完這些資料之後 也可以選一個email 再輸入一個密碼 那它是職員的 我就按Create 已經成功 製作了一個新的職員 另外如果也想去 去修改資料的話 你也可以點一個 Edit的button 去做一個更改的動作 輸入完所有之後 再按Update 也可以的了 最後刪除 也是 變回這個刪除的圖案 也可以成功 刪除一個用戶的資料 另外現在是 去到手機那邊 看看消息 好 現在回到手機這一邊 看到剛剛 就製作了一個文章 它就會提醒 我們 有新的文章給我們 我們進去這裡 看到 我們現在 首先這一頁是分類的 我們可以按進去 然後 再製作文章 再看它的詳情 剛剛提到 我們會提供不同的語言 給用家看的 你會看到現在 就轉到英文 簡體 也是有的 是 那麼 大概就是這樣 啦